这是大海里面最懒的一种鱼啊 它可以吸附在大鱼的身上 或者是轮船的底部 来达到环游世界的目的 咱们今天用它来吸下这个桶 看它到底能不能成功 别人家的小姑娘都有好多双斤 咱们这个小朋友能不能得到你们的双斤 如果得不到的话 记得加上我关注 看我直播 今天的港海收获 两只小八爪鱼 短腿的啊 特别可爱 特别稳萌 喷了我一手末 真是自我保护意识真强啊 难道小八哥你还要越狱吗 哈哈 休想休想啊 咱们还是把它放生了吧 挺有意思 挺忙 老板拍个双斤呗 来吧兄弟们 这个季节正好是吃螃蟹的季节 这个螃蟹我没舍得吃 拿来拍个段子 如果里面有火 咱家老铁帮忙留下个双斤 如果没有那就不要了 我的妈咧 双斤双斤 吃过螃蟹的扣个一 没吃过的扣个二 老板双斤关注 看我今晚继续户外直播赶海 感谢 来吧兄弟们 昨天呢 发现了那条巡影的第一现场 据说它在地球上已经生活了1.4亿年 被称为活化石 水中大熊猫 珍惜海洋 保护珍惜动物 从你我做起 都说拍正能量段子 老铁会随手给个双斤 不知道金老铁能不能给我这个双斤呢 如果可以的话 加关注 看我个爱直播 来吧兄弟们 这一到海边啊 就见到了不知谁下的陷阱啊 竟然抓到一条鲜活的鞋垫的鱼啊 这种鱼在我们海鲜市场 也是很难见的 或许是天冷的原因吧 都想找个暖壶的地方带着 想让我把它放生的扣个F 想让我起锅烧油的扣个7 想和我一起赶海抓海链的加关注呗